刚才你说四个人 可你只问了俩 那那个呢 我们三个都被书挂住了 不将冬 丢到山底下去了 你给我打破伤风针了吗 打了 再给我注射一颗头毛多灵吧 有没有搞错呀 现在你可是我的病人 韩医生 我刺光片出来了 两树类固固者需要马上手术 司马老师给那叫刘夜行的患者 也安排了一台手术 那就两台手术一起上吧 通知手术师马上准备 好 大夫 美国田 你有事吗 我会瘫痪吗 根据我们的诊断 你的胸内手上比较重 只要手术成功 你一定可以恢复健康的 我们还没动你呢 我的情况 是不是很糟糕 你应该建立起信心 好好地配合我们 可以吗 我们现在 要对你寄进麻醉 请你安静 我动都动不了了 还不安静吗 请你不要再说话了 请你不要再说话了 你就让我再说几句吧 要不然 万一醒不过来了 说也说不了了 马子师 这也行 用没有上绞心器 不论 你有事吗 没事 我知道这次手术 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 没事 四马老师 拱盘不行还有我呢 闭上你的乌鸦嘴 你才不行呢 继续 我可以问你们一些问题吗 我可以问你们一些问题吗 我的伤 我的伤比他们俩轻得多 我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我的校友 我想知道 是吗 等等 先帮我们报信 可以吗 找到吴江东 是啊 不然 怎么和他的家人交代 我已经报过警了 你报警了 那你什么意思 不报警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 是我的错 我选的路不对 不是路的问题 是赶上暴雨的 我们本来可以早点下山的 早一点 就不会赶上暴雨 这叫什么话 现在是已经发生了 你们别争了 因为遇上了山底滑坡 这不是你们能够左右的事情 我只记得最后的一点细节 我们都挂在树上 尾章抓住了一根藤条 我抓住他的腿 月星抓住了我的腿 然后 然后 大家都掉在办公中了 那吴江东呢 他在哪儿 他在嘴下里 也该回家手里的头脚断 就在这个时候 我将东北坚持住 掉了下去 下面有多高 天太黑了 又下大雨 没法辨别准确 没法辨别准确 告诉我吴江东的手机号码 你 你 我给他的手机上发个短信 告诉他你们在这儿 他如果活着就会找到这儿来 他要是不在了 也好对他的家人有个交代 好 就这样 院长 能让我也去一下事故发生地吗 你去 为什么 我有疑点 你是准备告诉警察 还是准备代替警察 我只想知道真相 那个失踪的人叫吴江东 也是我们的高年级校友 弄清楚事情真相以后 也许能改变整个事件 你不能一个人去 你不能一个人去 谢谢院长 我们几个一起一直那么多年了 干什么都在一起 可我们居然把他给 如果不那么做 我们自己的命也保不住 这话你也说得出过 你知道你干什么了 你害死了他 我没有成绩要害他 我这是万不得已 我害死了他 我害死了他 我要不能做 你害你 你们俩加上我 谁都活不成 我的事 我害死我 不是 走 这是什么 这是攀岩绳 这是他们用的 不光是他们用的 你看这儿 什么情况 做完了 接受罪会缝合了 共犯他们回来了 进山厕所的警官 见过这条生的吗 什么事能逃避过 他们的眼睛 你们是怎么 把他拿回来的 我跟检察说了 请求警方 给他们一次机会 这个真是 若要人不知 除非锦莫为 进来 院长 在滑坡事故里 失踪的那个 吴江东找到了 他自己打了辆车 直接到的咱们这 人呢 现在什么情况 人伤的挺重 现在已经昏迷 正在急诊观察室 他伤成那样 还能自己到这儿来 我给他的手机上 发过短信 好眼的 我给他的手机上 师兄 换位吧 其他科的医生都到了吗 内科 外科 神经科 骨科 还有心内科的医生 都在外面等着呢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自己说出来 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当时也是几种政治 咱们谁能成亲害自己的弟兄的 我们俩的命 是你用吴江东换回来的 要是捂不住了 也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 要是让你们跟我一块来承担 那我那么做还有意义吗 起码我们还活着 江东呢 金钱狗帆 现在小叔我可让你过了一个 这算过瘾啊 我爸爸都天天这样呢 能监测下来就不错了 您想表扬 我说过 狗帆倒下去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真搞不明白这些人 没事爬什么山呀 这山有什么好爬的呀 我们老家山多的是 人都绕着走 没见有人爬的 如果我不选择医生这一行 我很有可能就是去勘探或者是登山 因为人只有登上了一座高山 才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您说这话怎么那么像诗人说的呀 我们老家呢 登过高山的人多的是 该是杀人还是杀人 对你弹琴真比对牛还难 手术很成功 大家辛苦了 我想大家都很累 现在都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师兄 胡江东的手术情况并不乐观 需要严密的观察 我来盯着 你好好休息 写好了以后再来替我 那怎么行 你已经恩长时间没合过眼了 要不 你们休息吧 我来 不行啊 我的工作还没完成呢 我来是要告诉你们三件事 第一件 警察已经到你们的出事地点 仔细搜查过了 找到了一节被砍断了的盘燕声所 第二件 警察很快就会到这儿来 找你们调查核实 吴江东失踪的事 第三件 人这辈子 属于自己的机会 不是随时都有 我们商量点事可以吗 好 那什么呢 现在还用得着吗 那我们怎么办 等着 等着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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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自首吧 别说了 就让我说的 就让我说的笨 是我动的手 我去自首 然后呢 你 你 大不了 看我几年 但我就在里边待几年 你 真是一丝意外 你现在这么说 会有人信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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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过来一下 好 四伯爷 怎么还那么来 先说吧 做过他们的工作了吗 做过了 他们几个想再商量一下 吴江东还活着这件事 他们三个知道吗 还没跟他们说 我想 应该等他们自己交代出来以后 再告诉他们 我认为 应该告诉他们 吴江东还活着 他们内心没有压力了 很快就会向警方自首 如果他们认为 吴江东已经不在了 那么不管是出于内心的恐惧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他们恐怕 不会那么快向警方自首的 有道理 那你们向他们宣布一下吧 你看谁去宣布合适 共犯吧 明白 我会给你 这些人 有些人 有点 没有 有点 不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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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商量好了吗 警察很快就会到这间病房来调查你们 你们还没想清楚 你一直在怀疑我们 对 从什么地方开始怀疑的 眼神 你们三个的眼神都太不太难了 别再自找难受了 我告诉你吧 去 你去叫警察吧 让他们把我抓走吧 事情是我做的 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是 我是对不起吴江东 但是我对得起王伟江 我对得起魏国田 牺牲了一个 就想来了呀 值了 你去叫警察吧 我还要再告诉你们一件事 吴江东找到了 找到了 他怎么样了 中度昏迷 但还活着 江东还活着 苍天有眼 别说了 快叫警察来吧 快叫警察来吧 如果你们想说点什么的话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 一起去登山 下山的时候 下起了暴雨 下山 为了防止意外 我们用绳子 把我们四个人穿绑起来 还没下到板山药 突然遭遇山地划破 我们脚下的路 裂开了一道块 半遍山路都划下去了 我也将反应快 抓住了一根藤条 下山路 我抖不住了 下山路别动 下山路别动 我抖不住了 我刚才端着这崖壁之上 我将弄在这下面 我将弄在这下面 下山路 江波 别动啊 这边地住了 我便住了 只剩这个手 手里里面跟腾子嘎嘎乱响 眼看就又挂不住我们四个人了 我踏不住啊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武将都在这下面 他偏偏地挣扎 我还在别乱动 可是他紧张得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想要往上爬 小明 别动 别动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射击这绳子 想要爬上来 可是越拽那腾子也越经不住了 他射击 我蹭不住 别动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我蹭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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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不住 我蹭不住 我蹭不住 你干 断了 干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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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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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funk 看住他我都说完了 你不赢不满 绳子是我砍断的 是什么罪过 我都认了 叫吴江东的患者出现状况 司马医生叫你们赶紧去ICU 江东 挺住 江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就又轮到我们了 他要是说什么事 我给他找命 起来了 司马医生了 什么情况 病人刚才突然抽出 给了镇静机 现在给安静下来了 他可能从没有想到 这一斧子 既然是他最好的朋友 砍下去的 遇到危险就把人丢下 这叫什么朋友 我跟你们俩的想法不太一样 这一斧头下去 保住了三条命 不要在这儿讨论了 有崔医生在这儿就行 你们跟我来 今天会很忙 没有人能离得开 明白 任秋 你继续负责监控那三个患者 一会儿警察会来 他们来的时候你必须要在场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在企图调查上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不是都弄清楚了吗 没什么可调的 好了 你可以去了 韩医生 福宏波已经苏醒了 你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 腾出控来 我会去的 你不用参加任何手术 还是去看一看吧 院长在那儿等你 好 我知道了 走 那我们俩就坚守在这儿 医生 病人醒了 你醒了 这是在哪儿 你这是在医院 你还活着 我们准备给你手术 谢谢 那三个 还好吗 他们都好 就你不好 是不是警察已经来了 对 都已经到了 大夫 让我去见警察 就现在 等好 等好 不要动 警察 警察现在正在处理你那几个朋友 你要趁这个时间 好好地 让自己的身体恢复 处理完了事情 再带你去见警察 不 不行 你让我先去见警察 不可以 你必须要手术 要不然你会有生命危险 你不让我去见警察 我就拒绝手术 你必须要 你们知道吗 我要不去见警察 他们就完了 我求你了 求你了 大夫 那就这样 我先帮你处理一下 要不然你是根本坚持不下去 谢谢 谢谢 准备 谢谢 他们都到了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还活着 一切都过去了 吴江斗 你准备起诉他们三个 或者其中的某一个人吗 起诉他们 绳索是我看断的 我对不起你 要惩罚 你就惩罚我一个人吧 惩罚你 为什么 就因为你砍到了我们之间的绳索 不 你做得对 用我一个人的命 换了三个人的命 这么做值得呀 这么做值得呀 咱们是最好的朋友 用我的命 换我最好朋友的命 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 如果当时换做是我 如果当时换做是我 我也会那么做的 蒋东 我兄弟 是我赶到的什么错 李福子 就跟赶在我心上一样的 别这样 雨晴 我 当时 如果是因为我一个人 把你们三个 都拖下去 要我成什么了 不就成了一个罪人哪 我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不就成了 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呢吗 这说明 老天爷不想让咱们分开 咱们还得做兄弟 等我们都好了 我们还要一起去爬山 去爬更高 更深的山 兄弟 对 咱们这两个还有时间 我会报答你的 我才能赶紧 乜 院长 子航来了 坐 好 找我有事 去看过你父亲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他是 我知道 他是我的病人 我会去的 冯红波已经苏醒过来了 这证明你们的手术很成功啊 但这还不够 只有他真正恢复了 才能在业内推广你们的议案 所以不能放松啊 我明白 院长 我脑子里面这根鞋 一点都没松懈的 那好啊 其实我找你来要说的 不光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 子豪 你知道你做了一件多好的事情吗 我只不过遵循 一个医生应该有的职业操守 这是应该的 不光如此 你成全了一位前辈人的心愿 尽管那一辈人很多人已经不在世了 但是如果他们地下有知 都会感到心美的 您是不是又想说服我什么 不 我不想说服你什么 人哪 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悟 悟到了不用谁说什么 悟不到的话 说多少也没有用 好吧 让我慢慢去悟吧 谢谢 四孔儿 你来了 这两次交了 好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我还活着 因为你 子涵啊 我要跟你说 我从内心深处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你不用谢我 我是个医生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啊 你是个医生 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可是对于我来说 你帮助我 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夙愿 你的夙愿 就是让我挽救你的生命 是啊 我对这个愿望实现 我现在 准备做 另一件事情 我要把我创建的阳光基金 交给你来管理 愿意接受吗 我不接受 为什么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该做的 就是做一名好医生而已 你是一名好医生 你是一名好医生 这不光是我 所有 所有知道你的人 都不怀疑这一点 可你知道 我当初 创建这个基金 最初的理由是什么 那就是你呀 告诉我 你想在我身上 替你完成的使命 到底有多少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话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 我确实对于你 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那我恐怕 要让你失望了 是因为我 伤害过你的母亲 这个难得还不够吗 是的 足够了 你当好你的病人 我当好我的医生 你好好休息 子 子涵 我 这 你说人家哥姐啊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自个都要去见阎王爷了 心里还想着哥们呢 为了哥们 死而无怨 这才叫知心换命呢 跟人家一比 我都觉得我长这么大白火了 人秋 就知足吧 我觉得你那几个发小一点也不差 是 我跟他们说了 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们 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他们想听的是你想报答他们吗 那是什么呀 他们想看到的 是你人秋还是以前的好弟兄 没有跟他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没有从心里排斥他们 跟他们是一条心 我没有啊 哎 我听说他们叫你来福 你还不乐意啊 那 那不是在老家的小名吗